鼓鼓诶 你帮她保管 你都要睡前给你妈妈交学费 为什么 学费太贵 学费太贵 就是她要交她自己的学费 每年都是 这小孩学费那么贵 那你会不开心吗 还好习惯了 小时候会不开心 那是她不劳而获的东西 又不是她 鼓鼓给我的是我有收获的 我有工作用的 那你今天 她这一次鼓鼓给她的红包是她自己打工来的 所以她这个不会难 其他客人会要缴学费 我从小都没有跟她讲说 钱是要帮她存小的 红包的钱不是存 就直接告诉她这钱不是给你存的 对不是就是要帮你缴学费 那就是要拿来缴学费的 不是我花掉也不是你花掉 花在你的学费上面 不要乱教 不可以乱教 你看教育小孩好严厉 也是 从小懂得 买之不易也是对的 对啊 赚钱辛苦 她那天回来她就说 妈妈一看我包那凤梨就被吃到 你看我这手都受伤了 你看她有包凤梨啊 凤梨花 包凤梨花 就是那个 那就是 那不是凤梨上面不是蝴蝶尖 那就是凤梨花 哦她去包 对啊 就放后面啊 我吃到了 哦受伤了 小可爱 没关系啊 长大自己赚 哎我觉得你对小孩子的教育很严格 我哪有言 走给她很松好不好 每次人家才几岁 就让人家做家务收拾什么 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的 哎好像台湾教育小孩都比较独立啊 没有啊 小孩子其实 台湾也很从小孩啊 但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小孩的先天的条件 没有比人家高 所以 就是要先往独立去教育啊 至少她以后自己在外面饿不死吧 总会堵个东西给自己吃吧 她现在会煮吗 十岁啊 十一岁了 十一岁 简单的会煮吗 会煎牛排 会煮麵 会煮蛋包饭 还有呢 还会煮螺丝粉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太强了吧 哎 哎相比相比之下哈 我讲实话 我有一个朋友 他儿子给你是童年的 但是 不是小孩子不会 是他妈妈的教育方法有问题 我因为跟他在一起 嗯 对于教育小孩子 我们两个会吵架 因为我的观念 跟你比较像 他的观念又不一样 但他心目中永远觉得 小孩子是最小的 需要照顾 小孩子没有多大 十一二岁 长到一米七了 他现在还跟他喂东西在嘴巴里 塞给他吃啊 我也会塞 但是是他不吃的时候 我就塞到他嘴巴里给他吃掉 跟他喂食不一样 我塞给他吃 是要他不要浪费食物啊 你知道吗 十一二岁的小孩 现在还没有骑自行车 也没有学会啊 他 他 他妈说外面太热 然后又说太危险 反正就处处考虑的危险 就不让 就宁愿不让他去尝试 他把他当宝贝啊 是很宝贝啊 谁家的小孩不宝贝 太宝贝了 你知道有一次那个小孩子跟我讲 阿姨 我都没有玩过沙 突然我 我有一种 同情他想哭的感觉 我就想说我想带他去玩一下沙 那他妈妈当时说 这个小孩子怎么乱讲话呢 我什么时候没带你去玩过沙 上次不是去那个海边吗 那小孩子说 哪有去海边 明明就是去吃海鲜 哪有去玩沙 我每次去玩沙 你就说太脏了 然后又说太阳太晒了 然后又说会生病 那我还有一次 我们两个 带着他小孩子嘛 儿子嘛 是很高大了 小孩子 然后我们就做那个扶梯嘛 电梯嘛 扶梯 然后 他不让小孩子拉着扶手 他的理论是太多细菌 他说 嗯太多细菌那么多人拉过 你再去拉就很脏 我的理论我就告诉他 这个扶手的功能就是要安全 你一定要拉着扶手 我说既然那么多人都拉了 那他就是安全的 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哈 自身都有一种免疫系统 一般的细菌哈到处都有 我们人就是要适应这个环境呢 只是说我们看不到而已 是空气中是很多粉层的 有时候在阳光下都看得到 对不对 对啊 我说你他是个男孩子 你把他教育成 温室的花朵 这样好吗 相反你的是女儿对不对 对啊 反而教育像男孩子这样教育 我把他当男子 他还在养 这样是对的 我支持 怕他一个人 其实一个人 小孩子其实比较孤单 所以让他多做一点 多学一点 总比老师抱着手机 抱着平板好 对 我的观念就是这样 让他多做一点事情 所以说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台湾很多小孩子 自己在打工 在工作 就觉得怎么会这么懂事 为什么 我看到的我们那边的小孩 为什么都是小公主 小皇帝 大家说你们肯定要说是因为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 然后小孩子就宠大的 那四五个老人宠一个小孩 就宠坏 人家说 会玩苹果 不会吃苹果 有些 我们那边有些家长 小孩子去读书 住校 甚至就把家也搬到那边 真的是这样啊 就搬到学校的旁边 为了照顾小孩子的饮食起居 你觉得太夸张 太夸张了 我之前就是看了一本书 他们外国人教小孩子 我应该是说 他们家就是完全就是放纵 让他们去自己 去自然生长 然后又再看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就是 他的孩子要去美国留学 借助他的好朋友家里 那个好朋友是个阿姨 那阿姨带他来第一天 来这个是美国的公车表 美国的地图 我平常要上班 我没办法照顾你 因为我不是你父母 所以一阵一切 就由你自己去看着办 你能去上课 你就去上课吧 你不能去上课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不是 我不是你父母 请了那个帮佣 我也没欠你父母 就后来那个孩子 两个月暑假回去之后 成长不少 成长不少 自己会折年被 自己会长路 跟以前的小王子父一 我就觉得对 我就是要让他自然生长 我就要让他多做一点 对就是这样 这个是最大的启发 道理都懂了 有没有办法做 我还不说我朋友那个小孩了哈 我说十一二岁那个小男孩嘛 我在说他妈妈 就是他亲妈妈 你知道吗 他妈妈也是三十几岁了嘛 他告诉我他二十岁之前 连内裤都没洗过 都是他妈妈照顾他 所以他后来就下定决心 他说他不要生小孩 他也没办法照顾 因为他照顾不好 然后 他来到台湾之后嘛 因为这个小孩子是台湾的父母 所以说要在台湾读书 读书他就被迫来到台湾 他来过不下去哦 常常打电话向我哭诉 他也说 反正就是台湾的条件嘛 没有他那个上海的好嘛 他就没有办法 等于说适应这个环境 我就常常说他是温室的花朵啊 我说我们在哪里都觉得很好过 哦还有啊 三十几岁没有工作过一天 但是我们先抛开这个钱哈 我们人活着 不光是因为钱的而活着 我们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 为了学习为了成长再活着 然后再活着 成长中去体验一种 很有价值的东西 你没觉得吗 会啊 他就永远不懂生活 他又永远 他个性完全跟我不一样 我就喜欢户外 他就是喜欢 咖啡厅里面有冷气 很干净的环境下 然后 然后喜欢买名牌的 我也没有说买名牌不好 但是如果说你靠自己 一分一分的赚钱 然后再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也许这个东西就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你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 父母先天给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吧 他已经习惯了 那习惯了 他怎么可能30岁会改呢 其实我怎么叫我女儿 我女儿在拿刀子的时候 8岁拿刀子的时候 我在后面一直跳 我也会怕 我很想去跟他抢过来 我说你不要切我来切 可是不行啊 你没有切到手一次 你怎么知道你会长大呢 你怎么知道去防范那个危险的地方 对不对 但是真的要放手 要懂得放手 他才能懂得去成长 是